大家好我是应该的综合板带你 在我们手上这一部应该都比较熟悉的手机是这个美图手机2 这是美图秀秀的公司推出了一个手机 那来来到第二代呢 它的规格方面呢 当然也要提一提 就是一个4.7寸的一个720P的荧幕 真拔合了处理器 然后就是两个G的RAM 然后就是相机方面会比较特别一点呢 就是除了背面这一个1300万像素的一个相机 跟两个LED光灯以外呢 前面呢 它也是有一个1300万像素的一个相机 很大的一个镜头在这边 然后它的旁边其实还有一个LED光灯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整体的配置啊 或者是周边的位置 首先在正面呢可以看到有荧幕相机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听筒 下面呢就是三个触触按键 Home,Back,Menu 那整个正面呢可以看到它的形状是比较有自视感的 因为好像之前的 Sony的一些Xperia Neo 或者是Xperia Play 这些手机都有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形状 那这个手机也是一个差不多的两边直的 然后上下是一个弧形的一个设计 那右手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快捷按键 那这个按键呢其实并不是开关按键 只是一个开相机的一个按键 或者是在相机启动以后按一下就可以做一个倒数两秒自拍的一个功能 那这边有一个SIM卡的插口 左手边呢就是一个音乐按键 然后下面是一个挂系孔 那这一个孔就是有一点奇怪 放在这边就是要大家左手拿手机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方便会挂在手上这样 那背面我们刚刚有说过有一个镜头两个补光灯 然后下面呢其实还有美图的一个品牌 然后这边的扬声器呢 就用一个新型的一个图案来做一个装饰 机顶呢就是真正的一个开关按键 然后就是一个Sony 5mm 机顶呢就有一个Micro USB 那如果我们的开机来看的话呢 首先会看到这一个锁定荧幕呢 有一个三个捷径的一个功能 就是解锁以外呢有电话跟相机 那解锁以后呢这个主界面是美图OS 这个美OS就是它的主界面 没有程式列表 然后它的图示呢也是用了一个很一致的一个设计 都是一个上下弧形然后左右直边的一个设计 那所以整体来说还是OK了 它的滑动啊也是足够流畅 毕竟是一个蒸八核的锤器 相当上跟Snapdragon 600是差不多的了 那我们到设定里面去看的话呢 可以看到它的字体都是一些繁体或是正体的中文 因为呢它本身也是有一个港台中文的一个字环 先不说台湾已经可以 有不少人已经玩到 在香港也是会有机会上市吧这样的话 然后呢我们看系统的话呢 其实它是一个基于Android 4.2.2的一个手机 然后是MateOS 然后下面可以看到这一个版本是16G的版本 当然它还有一个32G的版本 那如果是相机方面呢 我们先开开起来看到是经过主相机的一个画面 那可以看到很简单的一个界面 在设定里面呢 就可以看到有拍照的一个设定 美颜设定 然后就没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啊 好像是EV ISO那些摆平衡都没有 就只有一些很简单的出风拍照啊 或者是快门声音啊那些 如果是美颜设定的话呢 就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东西看了 好像是智能啊 驱斑啊 黑眼圈啊那一些 比较多的一些功能 如果是下面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 有一个美颜的幅度可以选择 预设是三级的一个设计 那至于我们翻过来正面镜头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其实它的曝光灯是在这个位置 另外其实这些美颜设定啊也是一样的 设定也是一样的 都有这些 那如果是拍过照以后想要再做一个美颜的话呢 虽然在拍照以前已经有这个美颜的实时的美颜功能 但是呢在拍照以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做调整 在这个按键里面呢 就可以看到有不同的 好像是放大眼镜啊 去黑眼圈啊那一些 呃瘦脸啊那一些都有 所以是比较多相关功能的啦 也是呃对于自拍猪来说是很容易会觉得满意的啦 好先回去不用看到小弟的脸了 那简单介绍就来到这里吧 因为呃比较在这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 并不能够做对这个手机呃做很详细的一个测试 那其他的感想或者是在香港的水货 那些呢就要到呃我们Engage中文版的动手网文 这样里面再跟大家说明了